好的 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PDBAR 新特性技术形解的第59集 Reflection Parameter ReflectionParameter这个类 里面还有一个方法 叫IsCowable 也就是判断某一个参数 它要传的这个参数 未来要传的这个参数 是不是Cowable类型 什么是Cowable呢 就是我们在一个函数里面 其中有一个参数 它是一个回调 这种用法用的非常多 你比如Remap啦 对吧 咱们的映射啦 等等一系列 那里面的话 经常要用的一些回调 比如一个数字里面 把一个假的啦 或者大于2的啦 拿出来 是不是 很多函数里面 经常用到一个参数是回调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也比较简单 因为用的还是这个类 ReflectionParameter 还是这个类 所以说我们剩一个小节的代码 可以拿过来用一下 把这个参数改成Cowable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改成IsCowable 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段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8和5最后的结果 5的话呢 是是Cowable 对吧 8里面的话呢 是什么 是已经被弃用 8里面是已经被弃用 看到吧 这个 那当然 因为5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幸运的测试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改一下 对吧 改成Stream 因为8测不出来了吗 是吧 你看5里面和7里面 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第59集 对吧 咱们那个IsCowable 已经被弃用了 好 本节就简单的说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